那我们上几个说了,有伤而知之,觉而知之,困而知之 当然还有困而不知,连困都不知 那你实在是如此不可教议 那就没救了,我们说的是怎么知 那有行而知之,感而知之 说这个感而知之啊,这个就感觉比较神奇 其实也是靠你学有所感有所思 这一个过程 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意外的见闻 这个也在行而后感 还有一些突来的事件 这个只是形容这种事情,可以突出出来 也有一些意外,灵感 意外也叫灵感 这种突来的事件,我们普通人接触不到 能让你碰到了,这也叫意外 人生命运当中也有意外 一般来说不会太大,因为天晚上会会说而不漏 关乎人的生死大事啊,这种就比较大了 这个格子,这个网就会网入你了 如果很小,可能没人管你 如果还是没网入 那就是这个上天,包括派来的神明 也是有失职 那说不定你去以后就替了他的生命 他差你一命 所以这种极少极少的事情 我们整体来说,就不会有太大偏差 就命了 只能这么慢慢难 你说顿悟啊,就很难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见悟 但是顿悟那个理很容易知道 你就不断的反省,把自己拉回来 人有追求,有信仰,就在这个里 你如果是有这个目标 虽然很累 总是感觉有压力 无形的 甚至有所谓的使命感 怎么样,这就是向道之心 就这么讲 那没有的呢,他会很迷茫 但是 他可能当下觉得很快乐 你什么都不想啊,想干嘛干嘛 人生很局限 到了后期 涉及到精神本在,本真的这个层面 那就一下空虚了 就是一个人的孤独 生过一群人的狂欢 这个道理 累,但是值得 人嘛,人就活出人样,人的价值 那么行而直之呢,也是 学 是为了 学习是为了明理 明理是为了行道 它也是一个 我们单列出来的人 那就是说,行百里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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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胜缺 约人无数 反正这个话怎么说都有 有读万卷书不如行百里路 有学 这个 这个不如明师之路 那就是 指点你 因为足够灵光 就给你点画了 那你就敢 那还有就是 真穿一张纸 假装万卷书 你学了很多 那个 点 抓不到 其实就那么简简单的一个点 就好像你生儿 俱俗 啊 就那个灵光你抓到了 不管我们修行 练功 就找到那个点 然后科学现在都是一直在找那个真理 那个点 那你找到的时候 科学当然还找着 那它一样就 就偏了 真理止于至善 它不懂 就一直在在 这样那样 花样百出 漏洞百出 实际上都是 离道越来越远 看宇宙物广而无边 看这个小的微量粒子 越来越小 搞不懂 他们就不知道 没人所用 就不知道万物这个 道理都是通的 总是抓不到那个点 其实他们才是最糊涂最迷信 我们下期看他说什么人 啊 爱学这个玄学 谢谢